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事件节目 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来看看鲁特格斯橄榄球队在2024赛季的关键球员名单 这些球员的表现将直接影响球队的成败 包括外接手Dimer Miller 县位Mohammed Turi 跑位Kyle Meninga 整个进攻线 以及四分位Athon 凯利奥克曼尼斯 球队的未来掌握在这些球员的手中 值得期待 接下来 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电商巨头拼多多和T-MU的创始人黄征 他凭借486亿美元的净资产荣登中国首富 超过了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 尽管拼多多和T-MU因低价和广泛的产品选择而受到消费者青睐 但也因不公平商业行为和安全标准松懈而备受批评 不过 拼多多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净利润已经超过了三倍 最后 我们来看看巴黎奥运会第14天的精彩赛事 新加坡选手Mider正在冲击金牌 而中国队则在追逐跳水项目的全胜 此外 还有乒乓球 男子风筝冲浪 拳击和法国 对西班牙的男子足球决赛等精彩比赛等待大家的关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ohu US Redgers橄榄球队即将在新赛季迎战霍华德大学 教练Gregg Skiano的球队充满了天赋和经验 期待在2024年取得更大成功 关键球员包括从Marmouth转会来的接球手Dimer Miller 他在春季训练中表现出色 有望成为Redgers的头号接球手 防守核心Mohammed Touri回归 他在上赛季表现出色 是球队的防守领袖 跑位Kyle Meninger去年冲出1000码 帮助球队取得10年来的首个胜利赛季 他需要继续在进攻中设定基调 进攻线整体表现至关重要 特别是在传球保护方面需要提升 四分位Athan Kelly-Akmanese则是球队成功的关键 他需要提升传球表现 带动整个进攻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电商大亨黄征成为中国首富 他创立的PDD Holdings 拥有TeamU和拼多多 市值达486亿美元 黄征出生于杭州 曾是谷歌中国的员工 2015年创立拼多多 通过低价和强大的算法吸引消费者 TeamU于2022年在美国推出 迅速积累了忠实用户 随后在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地也取得成功 尽管面临不公平 商业行为和安全标准不严格的指控 TeamU的成功依然显著 PDD Holdings第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三倍 市值达到1916.8亿美元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巴黎奥运会第14天 众多金牌争夺战如火如荼 包括跳水 乒乓球 男子风筝冲浪 拳击以及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男子足球决赛 新加坡的风筝冲浪选手 Meader争夺金牌 中国对责力争在跳水项目上实现全胜 奥运会吸引了众多好莱坞明星 巴黎的闭幕式可能会有Tom Cruise在埃菲尔铁塔上演 蝶中蝶风格的表演 与此同时 运动员们在各自的项目中全力以赴 追求奥运荣耀 南华早报报道 一场涉及盗窃尸体的丑闻使中国人工股制造商的股票 在内地股市上大幅上涨 Algans医疗科技在上海股市上涨了20% 达到15.44元 而山东微高股科器械则一度上涨15% 最终收盘于21.13元 上涨1.2% 烟台正海生物技术在深圳股市上涨16% 达到24.46元 这场丑闻揭露了山西股科生物材料公司 涉嫌从停尸房盗窃4000具尸体 用于制作股移植产品的行为 这一消息在社交媒体上迅速传播 促使投资者大量购买相关股票 分析师王晨表示 市场预期替代产品的需求将增加 这种交易模式在经济基本面疲弱的情况下有未普遍 自新冠疫情结束以来 中国股市表现不如美国或日本 经济时好时坏 国内通缩削弱了企业盈利 出口也因贸易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而减弱 股移植是一种用移植股修复和重建受损骨头的手术 通常从捐赠者处获取股组织 但山西股科生物材料公司 被指控从火葬厂非法获取材料 当局已经查获了18吨材料 并有75名嫌疑人承认犯罪 电讯报报道 乌克兰的Bgirl Stefani 本名Anna Ponamarenko 在2017年一次突发瘫痪的经历中 走上了通往巴黎奥运会的非凡旅程 当时 他在土耳其的一家豪华酒店工作 突然发现自己从脖子以下无法动弹 医生诊断他颈部锥肩盘突出 需要立即手术 否则可能永久瘫痪 但手术意味着他再也不能跳霹雳舞 他选择了长期的非侵入性治疗 最终恢复了运动能力 并重新开始跳舞 2020年 霹雳舞被宣布成为巴黎奥运会的新项目 他决心参赛 当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时 他决定为国家而战 并在怀孕四个月时参加了一场重要的资格赛 获得铜牌 他在怀孕七个月时仍在比赛 并在生下女儿Melana四天后就恢复训练 他在生产两个月后飞往日本参加比赛 并在世界排名中名列第五 他希望通过奥运会展示乌克兰的韧性 并证明母亲和霹雳舞者的身份并不互斥 南华早报报道北京最高间谍机构 指责一些教育顾问在学生申请海外大学的材料中 植入反华信息 国家安全部在微信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一些教育代理人为了提高学生被外国大学录取的机会 利用诽谤和诽谤来提供反华活动的弹药 该部门强调 这种行为存在隐藏风险 并将其视为国家安全风险 文章提到了一名高中声张的案例 张被告知申请信需要润色才能提高录取机会 结果信中被植入了大量迎合反华偏见的虚假内容 相关的教育顾问公司在今年5月被调查并处罚 该部门警告说 某些国家正在收紧对国际学生的政策 并利用留学作为诱饵 吸引年轻学生参与反华活动 文章还批评了一些教育机构未能有效监督员工培训 并雇用了背景不明的外籍员工 这些员工在帮助学生申请海外大学时迎合了反华势力 尽管自疫情以来留学生人数有所下降 但中国学生仍是许多国家国际学生的主要来源 包括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 The Globe and Mail在加拿大对委内瑞拉选举危机的反应中 特鲁多总理表现出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兴趣甚少 他似乎认为将该地区作为政策重点不会带来选票 大多数情况下 他允许克里斯蒂亚、弗里兰德主导加拿大的委内瑞拉政策 而他似乎在等待其他国家采取行动 尽管美国拜登政府最终承认了埃德蒙多·钢萨雷斯为委内瑞拉当选总统 但巴西、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领导人能否说服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下台仍存疑 在国际事务中 加拿大的声音似乎不再重要 此外 加拿大的国防支出也备受质疑 尽管北约要求增加支出以应对普京和中国在北极的威胁 但加拿大的领导人似乎对军队的实际需求缺乏兴趣 至于私人医疗 许多纳税人选择去美国接受治疗 因为加拿大的医疗系统效率低下 庞大的官僚机构使得资源分配不合理 CBC 9岁的杰里米 违约在魁北克市的Studio Party Time暑期营中 发现了对霹雳舞的热爱 他表示 尽管有些动作很难 但通过练习和比赛 他越来越得心应手 8岁的埃利奥特 卡迪纳尔 也在去年开始接触霹雳舞 他梦想有一天能在奥运会上比赛 Studio Party Time的 创始人吉尔多 格里芬自14岁起 就是一名B-boy 他开办这所学校 是为了给舞者提供 不同于芭蕾和爵士的选择 吉尔多的儿子 克里斯托弗·格里芬 也是学校的教练 他表示 霹雳舞让他感到自由和快乐 吉尔多认为 霹雳舞在奥运会上的亮相 是梦想成真 他将前往巴黎见证 这一历史时刻 对于他来说 这一切始于1984年 洛杉矶奥运会的闭幕式 当时莱昂内尔 李奇的表演 激发了他的热情 现在 他将见证加拿大霹雳 五明星菲利普金的比赛 并为他加油 The Independent 阿尔吉利亚选手 伊曼·凯里夫 将在今晚的奥运会 拳击比赛中 迎战中国选手杨柳 争夺金牌 这场比赛 将结束凯里夫 在巴黎2024年的紧张两周 他在去年世界锦标赛上 为通过性别测试后 备受关注 凯里夫在四分之一决赛中 战胜了泰国选手 詹甲姆·苏万纳彭 得到了阿尔吉利亚球迷的热烈支持 决赛将在罗兰·加洛斯举行 比赛预计在当地时间晚上 10点51分开始 英国时间9点51分 观众可以通过Discovery 加观看比赛直播 BBC Sport 可能也会选择直播这场比赛 凯里夫的表现将决定 他能否在这场激动人心的对决中 夺得金牌 日本时报报道 野村控股的前中国证券业务负责人 孙东青在多年的亏损后 离开了公司 根据注册记录 孙东青本月加入了总部 位于深圳的东亚前海证券 东亚银行和深圳前海金融控股 是其所有者之一 孙东青曾在野村东方国际证券 担任副主席 直到2023年1月 被北村光贵取代总经理一职 野村控股作为日本最大的券商 一直在努力扭转其在中国大陆业务的亏损局面 Yohu!US报道 尽管奢侈品市场需求放缓 Manolo Blenic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 计划在上海 迈阿密和米兰开设新店 2023财年 这家总部位于伦敦的协旅和配饰品牌的销售额 下降了10%至1.065亿欧元 税前利润下降了30%至1540万欧元 尽管如此 公司仍然认为表现符合预期 并在基础设施和供应链方面进行了重大投资 首席执行官Kristina Blenic表示 预计2025年客户信心将恢复 公司在此期间进行了重组 专注于零售和自由渠道 并整合了批发网络 Manolo Blenic还计划在中国 北美和欧洲的新市场 扩展业务 并在2022年赢得了长达22年的商标纠纷 日本时报报道 埃隆·马斯克在X平台上发布的虚假 或误导性美国选举信息 在今年已累计获得近12亿次浏览量 引发了研究人员的担忧 X平台前身为Twitter 被认为是政治错误信息的温床 而马斯克作为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 通过自己的账户传播虚假信息 可能会影响选民 研究人员警告称 在即将到来的11月选举前 这种现象可能对高度两极化的美国总统竞选 产生重大影响 德国之声 在德国裸露身体 在桑拿房是很正常的 但对于像美国记者 Sarah Huckel这样 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来说 这需要一些适应 在一个阴天的柏林 我坐在一个小木制房间里 和30个男人和女人一起 完全赤裸 温度超过95摄氏度 203华氏度 一位年轻男子熟练地挥舞着毛巾 每一阵热风夹杂着安树的香味 扑向我们 尽管我们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起 但裸露的事实 是我最不在意的事情 德国的桑拿体验 尤其是全天 在混合性别的空间中 裸露身体的想法 是我在搬到德国之前无法想象的 德国的桑拿文化根深蒂固 据德国桑拿协会估计 有3100万德国人定期使用桑拿 对于我来说 成为桑拿裸露者的过程是逐步的 独立报 悉尼迈克劳克林 勒夫龙在巴黎的法兰西体育场前 再次打破了女子400米兰的世界纪录 防守她的奥运桂冠 比赛被称为她与荷兰对手费姆克 博尔之间的对决 但迈克劳克林 勒夫龙表现超凡 以50.37秒的成绩赢得金牌 远远领先于其他选手 在她身后 博尔以52.15秒获得铜牌 美国的安娜 考克雷尔以51.87秒获得银牌 迈克劳克林 勒夫龙的跑步速度令人难以置信 如果她在没有篮的400米比赛中 跑这次世界纪录 她将是半决赛中第九块的选手 仅差一步进入决赛 她选择专注于她的初恋400米篮 并通过进入一个全新的时间区 赢得了奥运冠军 她表示 每次比赛都是你与10个篮的对决 关键是专注于面前的障碍 并尽可能提高效率 悉尼陈锋报 在悉尼的crossover舞蹈工作室 我试图避免与镜子中的自己对视 但高大的镜子嘲笑着我 因为B-Boy OTAK带领我们 开始了周四晚上的初级霹雳舞课程 尝试一项奥运运动本身就不容易 更不用说在其他人面前和镜子前尝试了 Kahay是悉尼Vanguards of Style 霹雳舞团队的成员之一 但他对霹雳舞进入奥运会 持保留态度 他认为奥运会的严格格式 可能会影响霹雳舞者的本能 但也承认 这将为年轻一代提供更多机会 在舞蹈工作室里 我和一群初学者一起学习 当节奏下降时 我们被教导 做一个基本的摇摆步 尽管动作适合初学者 但要像霹雳舞者那样 舒适和艺术的执行这些动作 显然需要更长时间 霹雳舞社区中的许多人 都在努力平衡这项运动的紧张局势 既希望获得更多认可 又希望保护这门依赖真实性 和原创性的艺术形式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推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